各位同学大家好,这里是由itin.com为大家提供的NodeGS系列教程,我是主角老师大地,这一讲我们主要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NodeGS中的这个Session的使用。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Session的一个简单介绍。 Session是另一种记录客户端状态的机制,它保存在我们这个服务器上,也可以实现我们这个不同页面直接这个数据共享问题。 不同于这个Cookie的话,它Cookie是保存在我们这个客户端浏览器中,而Session是保存在我们这个服务器上边的。 那下面的话,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Session的一个工作流程啊,我们先给大家读一下,然后一会儿我们再用代码给大家演示。 当浏览器访问服务器并发送第一次请求的时候,服务器会创建一个Session对象。 什么意思呢?这句话,那我们话图给大家演示一下,仔细看。 就比如说这里边,这是一个客户端,当他第一次访问这个服务器,就他第一次访问这个服务器的时候, 那服务器他会干啥呢?服务器会创建一个Session对象,并生成一个类似于K-Value的介质队。 然后将这个K返回给这个客户端,将这个Value保存在我们这个服务器上。 然后当这个客户端第二次再访问我们这个服务器,就是再读取这个Session的时候, 客户端需要携带着呢,携带本地生成的这个Cookie,也就是刚才服务器给他生成了这个K, 然后传到服务器,那服务器就知道你是哪个客户端,然后我把这个Session信息返回给他。 那我们给大家再画一下图,你自己看啊,就第一次他访问的时候, 刚才说了,服务器会给他生成个什么东西呢? 生成一个Session对象,生成Session对象以后,它是个K-Value的介质队, 那K的话,他返回给我们这个客户端,就把这个K, 他生成一个随机的一个K,返回给我们客户端, 客户的把这个K保存到Cookie里边,K保存到Cookie里边。 当我们这个客户端,第二次再发起这个请求啊, 就是比如说我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月,这个表示同一个客户端啊, 就这两个表示浏览器里边的同一个客户端, 那他再一次再去请求的时候,那这时候他就会, 就是读取我们是30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个K再传到传到服务器。 传到服务器以后,那服务器一看到啊, 你这里边是这个K,那这时候他就把这个K对应的一个Value值, 返回给我们这个客户端啊,这就是他实现的一个原理啊。 所以你发现这个Session的话, 他是不是和这个Cookie是有关系的? 啊,这个Session它是和Cookie有关系的啊, 行,那下边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怎么去创建以及获取这个Session啊。 那这里边你要创建或获取Session的话, 我们这里边用的是这个Express这个Session这一个模块啊, 那要用这个模块的话,猜也能猜到首先第一步得安装啊, 对吧,当然安装之前我们首先还是打开ntmgs.com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模块。 在这里边的话,你回头搜这个ExpressSession, 那这时候他就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Express里边这个Session的一个模块, 那要用它的话,你猜也能猜到第一步是吧, 安装第二步是不是需要引入啊, 引入以后,那你看一下啊,看一下怎么用。 那第三步的话,你就需要设置, 配置这个中阶键啊,通过app.use来配置我们这个中阶键, 我们看一下它这里边游戏啊, 就是通过app.use来配置中阶键, 然后这里边的话有好多参数啊, 那我们先不管这个参数, 我们给大家把这个配置起来。 那行,那我们来一下啊, 首先第一步安装, 安装的话你看一下啊, 我这里边我就不安装了, 因为我这里边已经安装过这个ExpressSession了, 当然你用的话,首先第一步得通过我们这个NPMINSTAR, 就是打开我们这个CMD啊, 打开CMD, 然后CD到我们这个目录下边啊, CD到我们这个项目目录下边, 然后CD过去以后, 执行我们这个CNPMINSTARExpressSession, 或者NPMINSTAR这个ExpressSession, 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步安装online, 写下叫CNPMINSTARExpressSession, 刚刚save, 这第一步需要安装, 安装完成以后第二步引入啊, 那行, 那我执行第二步, 第二步的话, 那我引入一下, 但是引入之前我们还是运行一下这个项目, 看能不能跑起来啊, 仔细看了,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Express项目, 对吧, 我们打开这个三切端口, 127.0.0.1三切走, 首页是不是出来了, 没问题, 没问题那我就继续啊, 刚才说的第一步安装, 第二步是不是引入我们这个ExpressSession, 引入ExpressSession, 引入以后第三步的话, 我们就配置它这个中级键, 那配置中级键的话, 那首先的话, 我们采用复制的方式, 一会的话给大家讲, 这个中级键里边的参数是什么意思啊, 就在这里边配置我们这个中级键, 这个中级键必须得配置啊, 别问为什么, 因为人家就这样配置, 但是这里边参数, 我们一会看一下是什么意思啊, 然后这里边的话, 它有个cookie, 有个secure true, 表示什么意思呢, 这里边它这个意思表示就是, 那这个cookie的话, 就是你设成这个cookie的话, 它只有在https, 这样的情况, 才可以访问这个cookie啊, 那你现在我们这个设成tru还是force啊, 那肯定是这个force啊, 因为我们这里边, 现在没有用这个https啊, 就是啥意思呢, 你刚才发现, 我它返回这k的时候, 是不是要保存这个cookie, 那保存这个cookie, 你肯定还要读去啊, 所以这里边的话, secure这个tru, 我们就把它去掉啊, 把它去掉, 行, 那这样就配置成功了, 配置成功, 一会儿我们再看什么意思啊, 我们先把它跑起来, 就经历这么几步, 那下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这个iq.session点一个k值来设置我们这个session啊, 设置我们这个session, 行, 那下面我们看, 比如这里边login的话, 我这边就可以写啊, 你看, 我通过iq.session.比如user, userinfo吧, userinfo, info userinfo等于一个章三一, 行, 那这就表示设置session啊, 这比cookie更简单, 对吧, 设置session, 设置完成以后, 设置完成以后, 那下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实现其他页面是不是访问他, 也就是我们这个其他页面获取我们这个session, 那怎么获取session呢, 那我们判断一下啊, 看一下啊, 获取session, 那我就这里边写了if谁呢, if iq就是你这个iq.session.info存在, 啊, 获取也是这样获取, 你看一下, 设置这样设置, 获取直接就这样获取就行, 那我们判断一下, 如果它存在, 存在的话, 我是吧, sit一下, i e s.sit, 啊, 你好, 加上谁呢, 加上我们这个, 用户信息, 然后再加上一个, 欢迎回来啊, 欢迎回来, 就表示登录成功了, 对吧, alse的话是表示登录失败, 就是如果这个session存在, 它表示已经登录, 如果不存在, 啊, erse, 那表示它没有登录, 那我就写个未登录, 未登录啊, 行, 那这样就ok了, 这就是设置和获取, 设置之叫获取, 就这么简单, 我们先把这个跑起来, 跑起来以后, 我们再看参数什么意思啊, 这叫获取, 行, 那之后我们运行一下, 看效果啊, 仔细看了, 我们看一下效果, 那如果我这里边直接运行, 你看啊, 直接运行走, 是不未登录啊, 当我这里边走一下这个longing啊, 走一下这个longing, 未登录情况, 你再看一下我们这个, 呃, 看一下我们这个cookie里边有啥东西啊, 我们一会走一下这个longing, 你再看一下cookie里边有啥, 那仔细看一下, 我们找到谁呢, 找到这里边的, application啊, application, 然后这里边有个cookies, 那这里边有个connect id, 我先把它删掉啊, 这是应该刚才以前生成的啊, 我先把这个删掉啊, 重新再来一下, 走是没有了, 没有了啊, 没有了, 没有的话, 那你仔细看了啊, 那这时候我执行一下, longing登录啊, 斜个longing, 走, 是吧, 登录成功啊, 登录成功, 你仔细再看, 我返回的时候, 我刷一下, 是吧, 你好, jasa1, 欢迎回来啊, 那这时候的话, 你再看一下, 他这里边是不是生成了一个cookie id啊, 这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说的, 当你第一次访问的时候, 就是你第一次设置cookie的时候, 设置cookie的时候, 他服务器生成个cookie对象, 三生对象, 然后把key返回到客户端, 那什么是key呢, 这就是我们客户的key, 当你第二次再访问我们这个, 获取这个session的时候, 你需要拿到这个唯一的key, 传到服务器, 传到服务器以后, 那服务器从他的服务器里边, 读取他保存的这个值, 然后返回给你客户端, 这就是session啊, 就是设置以及获取三生, 但是我们刚才说了个傻东西呢, 就是你这个session, 他和cookie不一样, 他虽然可以实现我们页面直接的共享, 你比如说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再写一个比如说news, 就他和cookie这个共享数据, 多个页面直接共享数据是没有问题的, 你比如说这有个news, 但是要注意, 他这个浏览器关闭, 他就会销毁, 浏览器关闭就会销毁, 然后我这里边加个news, 你仔细看一下, 未登录news, 来, 我们再重新运行一下, 你仔细看, 就是我这里边又配上个news, 那我们看一下, 当你一重启, 你看一下, 刷一下, 是吧, 未登录状态, 未登录以后, 那你再看一下, 我们再输一个longing, 走, 登录成功, 登录成功, 你返回以后, 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那至少是不是就有我们这个值了, 那至少你再看一下, 我输入到news这个页面, 走, 是吧, 也有我们这个session信息, 也有我们这个session信息, 这就是session它也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多个页面直接的数据共享, 但是问题来了, session它和cookie不一样, 你看一下, 我们说了cookie它是保存到客户端, 它有过期时间, 而session的话, 就是cookie它如果没有过期, 你重新打开, 它是不是还存在, 但是session的话你要注意, 它只要浏览器关闭, 只要浏览器关闭, 那我们把它都关闭, 关闭以后, 你再重新打开以后, 那这时候它session它就消失了, 仔细看, news走, 是不未登录news啊,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session啊, 行, 它用起来的话是非常简单的, 那这儿的话, 我们看一下这个session里边这个就是配置这些参数是啥意思啊, 来, 我们重新再来个项目, 叫07吧, 07, 07, session, 中阶界里边的参数啊, 中阶界里面的参数啊, 行, 那仔细看啊, 首先的话, 第一个啊, 这里边有第一个,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第一个, 它是一个加密的一个, 啊, 就是加密的一个字符串, 那这个字符串和我们生成cookie的时候是一样的啊, 就是你随机写的一个字符串, 一个session里型的字符串, 作为这个服务器生成session的一个签名啊, 所以这个你是不是可以随便写啊, 这个可以随便写啊, 就是可以随便写, 但是这个字符串不要太多啊, 这就是随便写, 比如说我们叫什么呢, 叫, 叫这个, sess, zs, s, string, k, 啊, 随便写, 啊, 这就是加密, 加密的一个字符串啊,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作为服务器生成session的签名, 然后下面再继续看啊, 这边的话, 其实我们还可以设成, 设置一个内幕值, 内幕是啥意思呢, 就这里边还可以设置内幕啊, 也可以省略掉啊, 内幕, 内幕比如说我们叫, 谁呢, 他默认的话, 你看一下, 这个内幕就表示我们这个生成这个, 生成这个session的一个名字, 默认的话, 它这里边叫, 我们看有没有叫connect id, connect id, 那我们还是直接来啊, 默认叫connect id, 也可以自己设置啊, connect sid, 也可以叫, 也可以自己设置啊, 比如说你叫, s, s, ion, s, s, session就是内幕等于session跟id, 那这个的话设置不设置都可以啊, 就表示保存在本地的本地啊, cookie的一个名字啊, 一个名字, 默认是谁呢, connect sind, connect sid, 要注意, connect sid, 这就是这个东西啊, 就是可以不设置啊, 可以不设置, 行, 那下面还有一个叫re-sale, re-sale等于force, 对吧, 这表示啥意思呢, 来, 我们给大家写一下啊, 回头你这个就是force啊, 按照我们这个配置来, re-sale force表示, 就是强制保存session, re-sale就是强制保存session, 即使它没有变化, 默认是处, 建议我们把它设置成force啊, 就是如果这个session没有变化的时候啊, 没有变化的时候, 你就不去, 不去改它, 对吧, 不去强制保存, 如果有变化的时候, 你是在保存这个session啊, 就是这么个意思啊, 但是这个true和force其实都行啊, 没有多大影响, 但是true的话可能性能会稍微低一些啊, 那行, 下面还有一个叫sale on initial list,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啥意思啊, sale on initial list, 这表示就是强制将未初始化的session从处, 这个可能不是特别好理解啊, 那我们一会给大家也试一下这个啊, 也试一下这个属性, 那默认我们把它设置成处就行啊, 这个建议设置成处, 强制将未初始化的session从处, 这个默认是处啊, 就是默认, 默认值它是处, 默认值是true, 然后je也是设置成处啊, 行, 那下面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这里边有一个叫啊, 叫cookie, 这个cookie的话, 那就和我们一切是一样了啊, 一切有一样了, 如果这里边你看一下啊,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session的话, 一个是浏览器关闭以后过期, 那其次的话,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cookie来设置它的一个过期时间, 比如cookie我们写个maxmaxage, 这就表示它的过期时间, 比如我写个10秒钟, 那你仔细看了啊, 那这时候它10秒钟以后就会过期, 那其次的话, 这个cookie里边啊, 就是我们前面给大家说的这个cookie里边的所有的参数啊, 什么http, OLED, 还有什么domain, 对吧, 这些域名, 包括我们这个还有parse这些东西, 它都可以在我们这里边进行配置, 就是在我们使用这个session的时候可以配置, 这个我们就不详细讲了啊, 都可以配置, 那这里边的话, 比如说我们设置一个maxage, maxage表示我们这个session过期的时间, 就session一种条件是你直接关闭用来期, 肯定是销毁的, 另一种条件就是, 如果它这里边设置最大的过期时间, 那达到这个时间, 它也会过期啊, 就是过期时间,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 它这个session是不是基于这个cookie, 如果你cookie, 就是它本地保存这个cookie过期, 那你这时候是不是就找不到它这个value了, 就这么个意思啊, 行, 那我看一下, 这里边设置这个10秒, 那我们看一下会不会过期啊, 运行一下, 运行以后, 你仔细看一下啊, 我们这里边news未登录, 然后我这里边写个什么呢, 写个这个longing, 走一下, 登录成功, 登录成功以后, 我们再返回, 走, 刷刷刷, 你看一下, 我们看10秒, 你看我一直在这刷, 刷10秒啊, 刷等一下, 它一会儿它就过期了啊, 刷等一下, 再看一下, 是不是未登录啊, 已经过期了, 这就表示一个过期时间啊, 就是说你这个没有啥呢, 没有删除的时候, 它也会过期啊, 你比如说我这边, 你看我时间再设短点, 有些东西要不信, 我再设个五秒钟啊, 五秒, 我们刷五下, 你看一下啊, 稍等, 首先我们让它登录longing, 走, 登录成功, 然后这里边, 12345, 走, 走, 哎, 未登录是刷太快了, 对吧, 是不是就OK了, 这就表示, 就是设置我们这个, 设置我们这个session的时候, 我们这里边可以通过这里边cookie, 设置这个过期时间, 行, 那上面这种方法啊, 没法给大家也是receive, 这个你就回头就按照这个配置, 然后这个, 这个save on initial list, 这个啥意思啊, 这个就是强制未出话, 初始化的session, 那这个是怎么理解的, 你仔细看啊, 就比如说我们在哪呢, 在这个longing的时候, longing的时候, 如果我们直接写个IQ.session, 表示这个session是否没有设置啊, 没有设置值的话, 那我们看一下, 它会不会生成我们这个, 一个叫session ID啊, 刚才我们也忘记看这个session ID了, 就如果是true, 它是不是会生成, 那我们先改成first, first, 你看会不会生成啊, 或者我们先就是true啊, 我们先生成一下看一下, 那下面你看一下, 这个session它是没有初始化, 没有初始化, 我们看一下它会不会生成一个session ID啊, 仔细看了, 然后这里边我还是刷新一下, 未登录, 未登录我们打开我们这里边的这个, 打开这里边这个东西啊, 你看, 刚才是不是有个session ID啊, 行, 这时候都没了啊, 都没了, 哎, 怎么又有了, 来, 我把这个删掉啊, 删掉, 然后我这里边要注意啊, 你看我执行一个, gang longing, 走, 走以后, 那你看我再返回, 返回, 返回它也是未登录啊, 哎, 怎么还是true一一呢, 我们刚才没有设置啊, 难道我们逐行没有运行吗, 我刚才是把这个代码注视掉, 来, 重新再运行一下, 再运行一下, 那我们重新看一下啊, 那这时候我们再刷一下, 他这个应该销毁了啊, 销毁以后, 那我们重新来一下, 你仔细看啊, 我这里边输入一个, 斜杠, longing, 走, 是吧, 登录成功啊, 登录成功, 返回一下, 刷新一下, 我们看这里边, 是不是生成了一个session ID啊, 这表示啥意思呢, 就是, 如果你这里边这个参数是true啊, 就这个参数是true, 表示, 如果你没有初始化我们这个session, 它也会重处我们这个session啊, 就是也会, 设置这个session, 当你下次你再设置的时候, 它是不是直接就给你设置了, 那同理, 如果你这里边生成force, 你仔细看啊, 这是表示未初始化这个session啊, 如果生成force, 当然force也是可以的啊, 就是你回头自己用的话, 生成force也可以, 但是生成force以后, 那这时候未初始化的session, 它就不会给你保存了, 你仔细看, 我们刷新一下, 那这个又没了, 没有的话, 你看啊, 我这里边, 我在longing, 走, 成功, 成功以后, 我返回, 返回刷一下, 你发现啥, 这里边是不是没有给我们生成一个, 一个叫什么呢, 叫session ID的一个东西啊, 这就是seal initial list的这个参数的一个意思啊, 行, 但是我默认给它设计什么啊, 是不是设计成一个处啊, 但是如果你这里边有值啊, 有值是一样的, 就有值的话, 那你这里边设不设计它啊, 就是上面处和force都是一样的啊, 你看这里边写个张三二二啊, 有值的话, 它都是一样的啊, 就是我们现在是force, 有值它也是一样的, 你仔细看运行一下, 运行一下, 然后重新来一下, 你看啊, 未登录, 未登录, 我这里边写个, 写个login, 走, 登录成功, 返回刷新一下, 是不是也是登录成功的啊, 那这里边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 哎, 去哪了呢, 然后我, 哎, 怎么啊, 可能时间太快了啊, 它直接过期了, 对吧, 这里边刚才是不是已经登录成功了, 那这里边我试试成, 时间试试大一些啊, 有个过期时间, 行, 再来一下啊, 这个还是比较麻烦的吧, 然后再写个login, 给大家也是, 走, 登录成功, 成功以后我们再返回, 走, 哎, 成功, 对吧, 是不是出来这个张三二二了, 那这里边session ID是不是也有啊, 就啥意思啊, 就是你这里边啊, 这里边是称处和force, 处和force, 其实都是可以的, 如果是处, 表示你未出什么话, session, 它是不是也给你生成啊, 行, 那我默认就出啊, 那下面的话, 这里边还有个过期时间, 那过期时间的话啊, 就是表示你如果这个时间, 就是你, 你比如说, 我们设这个五秒钟, 对吧, 那表示你这个浏览器虽然开着, 但是你五秒钟以后是过期的, 但这种方式啊, 可能不是特别友好, 对吧, 我们想的是什么呢, 想的是, 就是设置过期, 过期时间, 过期时间, 比如是30分, 30分钟啊, 30分钟啊, 那这时候如果用户在30分钟内, 一直访问什么呢, 一直访问浏览器页面啊, 一直访问浏览器页面, 那我这时候就是啊, 就是一直访问的话, 那就是最后最后一次访问结束, 结束后, 结束后对吧, 结束后的30分钟后, 再让过期, 这句话可能不是特别好理解啊, 通俗点说是啥意思呢, 就是你这里边设置了cookie, 是30分钟过期, 30分钟过期, 比如说这个用户在后台一直操作这个数据, 那操作这个数据, 他没有感觉你30分钟到了, 对吧, 他过期了, 那肯定是不合理, 我们想的是只要用户操作啊, 就是只要用户啊, 浏览我们这个页面啊, 只要用户啊, 浏览页面, 就是只要用户浏览页面, 浏览这个页面啊, 只要用户浏览页面, 最后一个访问结束后, 就是啥意思呢, 就是你如果浏览完成这个页面, 如果30分钟后没操作, 30分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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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操作啊, 没有操作的话再过期, 而不是你这个你这个30分钟内啊操作完成, 他就过期能理解这个意思吧, 就比如说我们这里边你看啊, 我是这个还是10秒钟啊10秒钟啊,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比如说我10秒内我一直操作这个页面, 你看一下啊, 我们返回再刷新一下走啊, 比如我一直操作这个页面, 那一直操作的话, 他是不是无论你操作不操作, 他不重新给你写入这个赛神啊, 他只是到了10分钟以后, 他给你是不是就过期了, 那这样是不是肯定不合理, 是不是过期了肯定不合理, 那我们想的是啥意思呢, 就是你只要操作, 比如一操作, 我再让你这个过期时间推后, 就是推后是不是又是10分钟, 10秒钟再一刷是不是又是10秒, 再一刷是不是又是10秒, 这么个阅历, 那这样怎么实现呢, 那之后的话, 我们就要用到这里边有个, drawing这么个属性啊, 这么个属性, 如果把它设成一个tru, 表示每次请求强行设置这个cookie, 默认是force啊, 来, 就这个属性, 比如说设置这个tru, 那我们再看一下tru, tru的话, 那我这里边时间该短一点啊, 你再看一下, 那之后他就不是5秒钟过期了啊, 来, 我们把这个拿过来啊, 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啊, 这个属性, 那之后你再看一下啊, 我们运行一下, 我们看一下, 就是5秒内, 我一直访问这个页面, 我们看会不会过期啊, 你仔细看, 我们之后再执行login, login你看啊, 我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那如果我5秒不执行, 你看一下, 5秒不执行, 有没有5秒了, 我们先不管他, 走一下, 是不是未登录啊, 那你至少再看一下啊, login, 那如果我一直操作, 你看啊, 登录成功, 刷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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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一直在刷啊, 1234567890, 你发现我一直刷的时候, 它是一直不过期啊, 就是这么个意思啊, 就是你每次请求的时候, 它重新会再给你设置, 过期时间是5秒钟, 就这么个意思, 行, 这就是我们这个, 给大家讲的这个, 呃, 这个, session的一些用法啊, session的一些用法, 啊, 那这一讲, 我们就讲到这里, 然后下一讲的话, 我们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负载均衡, 就是我们这个, 多个服务器直接这个, session的一个共享问题, 我以为我们要看这个东西, 我再说一下这个, 我们要看这个东西, 我们要看这个东西, 感谢观看